你好,我是老吴,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好久不见了啊,最近忙着搬砖 所以频道的,不管是自己的视频 还是一些富士评测的视频都没有特别的更新 其实也是一方面也是买不到吧 想买的镜头啊,或者是机身什么的,也都买不到 还是他试试搬砖吧 所以,之后可能会更新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有可能给这个频道起个其他的名字 乌七八糟,就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可能是聊聊生活,聊聊平常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最近又想做点万质牌的内容 然后,或者是继续今年富士的XH2之类的 不管吧 但是最近呢,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就叫Cafe Talk Cafe Talk这个游戏呢 我被刷到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制作人突然去世了 特别的可惜哈 但是,就因为他去世了 所以这个游戏打折 所以呢,非常便宜的价格 而且这个游戏的画风我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是一个很老式的Ocell这种画风嘛 对吧 是一个在咖啡馆里跟客人聊天 听故事的这么一个游戏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1415年的时候 自己开的那个咖啡馆 所以感触特别深哈 所以我就玩了一下这个游戏 然后就觉得就是当年的那个情景啊 就突然都浮现到眼前了 呃,所以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 我之前开咖啡馆的这个经历 嗯,其实不算很成功 因为当年呢,呃,14年吧 我个人不管是工作也好 还是生活也好 还是家庭也好 都处于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转折呀 也是一个低谷期 所以人的状态非常不好 所以呢,在那年,呃,过年的时候 我就去了广西柳州的农村 一个郊区吧 一个小县城,呃,去逛 然后,在那边呢 我就突然看见了这么一个街角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棋楼吧 这个棋楼 我一看 当时的感觉就是 哇,这个街角的咖啡馆 太适合了 那这怎么就没有人开呢 因为当,当地的这个老街哈 是在以前是很红火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是没有什么人逛的 那我就说,我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咖啡馆 多好啊 然后我就顺口呢 就看见旁边坐了一个老大爷 老大爷就坐在那个,那个,街角这个,这个,这个楼的旁边 我顺口问他一下说,哎,你这个这个楼的主人在不在啊 然后老大爷直接就跟我说,我就是主人 我的天哪,太好了 我就问老大爷说,你这个楼是干嘛用的 然后老大爷就说了,说以前呢,就是开的是药店 然后家里边开的是药店 然后之后不做药店了 现在就没什么用 呃,现在呢,其实就是给租给别人睡 呃,就是租给别人用 当一个卧室啊,或者是什么 但是里边呢,因为呃,年久失修啊,特别脏乱 所以里边现在也没人住了 那我就说了,说,那能不能问一下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老大爷说,不贵,那你要干嘛吧 我说,我想租下来 然后直接老大爷就开了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价格 你们猜吧,这个老街主干道拐角的这么一座三层小楼 整栋楼租给我一个月多少钱 当时我听完我都,我都吓傻了 老大爷说,一个月两百块 我的天哪,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价钱是这个,这个样子 我想怎么着也得好几千 我当时就立马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我要把这座楼租下来 我要做一个咖啡馆 但是当时我对咖啡是一窍都不通 结果呢,当天晚上我就回去就上油馆 去搜各种内容 然后就看当时老外爷们都喜欢干嘛 然后我就搜了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咖啡啊 而且平常喝的也就是 雀巢的espresso那种胶囊咖啡 直接一压,直接出来的那种 但是我当时我就想了 在这开一个什么样的咖啡馆呢 要不要就直接做一个胶囊呢 或者是要不然做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什么像星巴克或者是什么样的 最后我决定在这做一款 当时国内还没有兴起的 手冲咖啡的精品咖啡馆 然后我就从油馆上学各种手冲咖啡的技能 然后看各种资料 然后去下订单去买各种咖啡的设备 当然了这种设备呢都不是说是最流行最贵那种 而是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外形啊 这个外观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啊之类的 就看了好多好多吧 然后转身过几天直接就跟老大爷签约 跟他签了一下签了五年 老大爷也留了个心眼 说了哎呀五年啊你这个两百块 老大爷心里就犯懵啊 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啊啊 我这么一个破楼要跟我签五年 不行他得留一手他就写了 那我说没问题 咱们每年上伏个百分之五好像是 反正就是第一年一个月是两百块钱 第二年是两百多那么一点点 那么逐年递增上去了 然后我基本上就交了一年 先交了一年的租金就开始装修 你知道吗 这个老楼他们竟然都没怎么动过装修 因为在我们自己动手去收拾这个楼的过程中 我竟然发现了当年文革时代的标语 把那层那层粉铲掉之后就露出来了 底下这个文革时代的标语 我当时的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楼太直了 你知道吗 虽然过程中啊收拾这楼过程中特别的特别的苦 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脏 但是真的是乐在其中 呃 唯一的缺点就是 呃 它是一个木质结构的主体是木质结构的楼 所以呢 在楼跟楼中间那个木头的夹板上有很多的灰尘 而且不好清理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之后 嗯 几年以后吧 呃 反正当地政府也开发这个街道 然后 把这楼又重新装修了一下什么的 甚至楼底都给换了 呃 但是我们没赶上 我在那说实话只坚持了几个月 呃 装修装修了一两个月吧 然后呃 自己弄自己设计 然后里边的理念呢 就是做咖啡 然后 嗯 学着星巴克 做星冰乐 我自己起名管的叫冰沙 然后买各种这种原材料啊什么的 然后 还有做 呃 呃 咖啡的 做抹茶的 呃 做 芒果西翻莲的 反正就这种东西吧 一通装修弄下来 我是想的是 即使咖啡卖的不好 呃 我在这儿再弄两台 PS4 玩游戏 当地呢 除了老头 呃 除了上年纪的人 就是小孩 小孩来玩玩游戏 啊 呃 随便给个几块钱一个小时的 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这种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小时候就是常年就想着自己开一个什么游戏厅啊之类的这种东西 哎 谁知道你知道吗 没想到的是 开业之后 虽然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当地啊 网红打卡的景点 不断的有人呢 会来你的店里拍照啊 然后图个新鲜 打个卡之外 呃 咖啡 特别少的人喝 只有极少数从大城市或者过来的人会点咖啡来喝 然后 嗯 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一个是抹茶拿铁 就是抹茶加牛奶做的东西 没有咖啡 还有一个就是 芒果芒果新冰乐 就是我叫芒果冰沙 咳咳咳 就是 就是果之类的东西 那个东西呢 是卖的特别好 因为我有个制兵机 然后一打碎 做的跟 嗯 星爸爸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 就是那两个东西是卖的最好的 其他的游戏也没有人玩 只有对门家有个小孩天天陪我来玩游戏 就是我在那演示 或者是顺便玩游戏 小孩看着 然后后来我就让他坐在那 他来玩 其他的 没有人玩 真的是 惨淡的回忆啊 但是呢 偶尔会有一些人 顾客坐过来 他没事啊 他过来跟你 来了 坐在吧台上 聊聊天啊 跟你那个扯淡啊 讲讲闲话呀 或者是什么的 这个情节呢 就跟咖啡talk里边的过程是一模一样 所以啊 我就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的回忆就慢慢都回过来了 就当年 我基本上我是 呃 除了 我现在 这个媳妇会偶尔过来看我之外 哈 我基本上每天就是一个人看着店 然后捡了两只野猫吧 就在装修工程中 因为那个楼跟楼的楼缝中间是可以进去的 然后从那个楼缝中间救出了两只野猫 也专门把他们养在那 但是因为那个是嗯十字路口的很关键的地方啊 经常有人出入的 然后呢 猫后来因为在他小他也不知道什么的被被被被被被压死了 这个这个不说了 但是呢 呃 陪人聊天 然后打打游戏 然后没事 还会有顾客过来 有有些顾客还挺好的 还给我画了画 我在那有ipad 还有笔什么的 但是吧 有一个契机 我为什么后来把这家店关了或者是回来呢 当年在这个老街上办了一个民俗的民俗的展吧 那天那个老街是格外的人多 就是人挨人人挤人那种 我就想了 平常没什么人来喝也就算了哈 然后这一天总该有人进来消费一下了吧 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 人挨人人挤人那天 什么大爷大妈就在我外边摆的椅子上坐着聊天 然后跟你跟你闲扯淡 或者跟你要酒喝 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人家就在门口聊天拍照 真的就没有人点咖啡 那天除了有饮料卖出去之外 没有人点咖啡 那天之后我真的是心灰意了 我就觉得 咖啡这东西在广西一个三四县城市 这么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出路的 那我那儿除了有常年的有一个 有一个大哥 他是骑着哈雷来喝咖啡的 他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然后把摩托车停在门口 然后在门口的椅子上点一杯曼特宁 曼特宁就是咖啡中最苦的那种 然后他就在那喝喝完了也就走 只有这种见过世面的大哥 愿意来这种咖啡馆坐一坐之外 其他的真的特别少人 当然也因为开那个咖啡馆认识了一些朋友 或者是本身这种朋友可能他自己不爱喝 但是比如说他的女朋友啊 愿意来这种咖啡馆坐一坐 然后点一杯抹茶拿铁之类的东西 嗯在那坐坐也挺好的 聊到天也挺好 所以我就说咖啡套这款游戏真的是一款 真实还原咖啡馆的这个 呃开咖啡馆人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游戏 好了 嗯不多说了 反正我会放一些图片在这个视频里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的经历 然后 嗯 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说了有点想磕头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之后我也会再聊跟大家聊点别的 如果你对咖啡馆或者是对这款游戏感兴趣 也可以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